台中知名酒店金钱报为了顾及上百名员工生计 也向市府申请赴业 但是因为营业项目当中有陪室服务 申请一度卡关 后来酒店是以三楼的营业登记 没有陪室项目就向市府再一次申请 结果就审核通过了 等于说三楼现在是可以用自助KTV的形式 即刻起就赴业 目前酒店方面现在还在整修 准备相关的防疫措施 立平10月7号要正式开店 工人忙着赶工在整修外观 金钱报酒店要赶在10月7号前 以自助KTV的形式复业 但一度传出申请复业卡关 总共四层楼的金钱报 每层楼分开营业 一开始金钱报向市府咨询 所提出的楼层营业项目中有陪室的服务 因此无法复业 当天下午酒店以三楼的营业登记 向市府申请 因为没有陪室的项目 顺利完成复业申请 相较金钱报的小姐 少爷员工数至少破500人 为了员工生计才立平转型复业 其他小酒店就怕更改营业项目 跟进转型成自助KTV 到时候要再变更加回培饰的营业项目会 改不回来 萬一跟进到时候改不回来 我们也是蛮困扰的 所以我们就五个月都等了 五个月都等了 然后我们真的没有差 这一两个月的事情 虽然金钱报可以立即复业 但酒店目前还是拉下铁门 不对外营业 要等到收取正式的公文 完成内部设施整理 立平10月7号正式复业 华尔鑫 宏林辉张志军 台中报道